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星星图中 刘世新从日本宪兵的对话里得知 此次枪毙实为陷阱 他知道必有同志前来营救 便故意高举双手 实则打出了撤退的手语 于显阳在瞄准镜中看得清楚 灯时醒悟 急忙与贾老悄然撤退 松井果决的下令 杀了681免除后患 小秋立刻致电狮子口 立刻枪决刘世新 此时 于显阳以破诈而出 并将黑皮扰断脖子扔进牢房 继而放一把火 将其烧为灰烬 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救出大先生 通过排水渠逃之夭夭 别长暂了 我们去喝杯热茶吧 行 兄弟 还是给他生盆火吧 他都冻成这样了 肯定是病了 阿宝 你出来乍到 还不晓得他狮子口的规矩 在这个地方混了 你就不能当善人 走吧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走吧 走吧 风雨交假夜 冷雨假雪天 瑟瑟冬日晚 难遇此夜寒 灾火不担心 非有焦烈焰 恨非凌空鸟 女妃却爽之 一定是 又出了什么破绽 你把人下去安排 今天晚上 我要亲自审讯这个刘世新 我马上安排 可这个下 不用那么麻烦 既然你觉得这个人那么危险 干脆宰了他 一了百了 这个人必须出局 但不是今天 刘志 刘世新 难道真的 有这种巧合 看见没 刚才那么多鬼子 就埋伏在我们身后 可不止是身后 鬼子要是提前有准备 那狮子口的角楼上 一定有狙击手 八成就是那个赌鞭 对了 我还没有问你 你这后脑勺上 也没有长眼睛 你怎么知道 鬼子有埋伏 是手势 手 手势 刑场上刘志给我打了手势 幸亏我在军校学过 刘志当过军校的教官 他知道我们要去救他 他发现有埋伏以后 给我们做出了撤退的手势 这个有点意思 你教教我 你学这个干什么呀 多 多一个本事吧 小学 小学 行吧 五平横径收白 你这个叫敲足杠 这怎么叫敲足杠呢 我 这怎么叫敲足杠呢 我 你没听说过吧 螺丝帽同字条 一嫩三心浑身毛 好喝着呢 刚气的还没沾过嘴呢 你别跟我耍拼嘴 以为几斤胜口溜了 就把我糊弄了 老道 我不是让你盯着他吗 这 这 这什么 掌柜的 这事他怪我 你一走吧 我就想 这个人可怎么救我 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 他关系着任务的成败 国家的兴旺 百姓的疾苦 对 他 他 他 我就想他 我就越想 我这个 我这个脑袋越疼 不能干想啊 我就说 老道 要不我们出来喝口水 喝口茶 清许这个主意 他就想出来了 是这么回事 想出来没有 想出来了 没有啊 到底是有没有啊 他 他一开始是想出来了 后来一见到你来了吧 忘了 忘了 喝茶就喝茶吧 这脚你哪里踩的 出来喝茶 带着你那根破扁他干什么 我可告诉你 你威胁长官这事 我还没跟你计究呢 如果今天这个事情 你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就管你禁闭 至少三天以上 别的呀 掌柜的 我刚跟老道夸完你 我夸你这个 不轻易给别人穿小鞋 你不能不惊夸呀 是 那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识破小球的计谋的 那不关禁闭了 快说 多亏了那个刘志 在刑场上 他给我做了手势 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急 小鞋呢 只给了我三天时间 如果这三天我们想不出办法 那刘志必死无疑 那关键是拖劳洞被堵死了 狮子口现在又加强了警戒 这种情况 别说三天 三个月也成不了事啊 要不找我师父商量商量 你说大先生啊 三哥这一走 他老人家光顾伤心了 哪还有时间跟你商量这事啊 要我讲啊 这一只羊也是敢 两只羊也是放 干脆把大先生也捞出来得了 就一个都麻烦 还想就俩 你不怕风大散了舌头啊 你不抬杠不会说话是不是 我在 我在哪叫抬杠 我是就事论事 是不是 行了 还嫌事小啊 就视频了啊 好好 雨婷了 怎么了 奇怪啊 这也没下雨啊 哪里来的水声啊 怎么 还有你不晓得的事情啊 在我们脚底下 你看啊 我们苏州城的路面 都是横铺的石板 脚底下就是排水的沟渠 所以下雨之后呢 就算街道干了 但脚底下还是流水沉沉 要经过很长时间 才能停歇呢 你们苏州人倒是挺聪明啊 这排水走路了不悟的 你又怎么了 去哪里啊 跑这么快干什么呀 是 就是这里 排水区 监狱的排水渠 刘先生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你的档案上 除了名字和年龄之外 剩下的是一片空白呢 我也不知道 我究竟触犯了哪条刑律 至于你说的 档案上的这些留白 我想当初抓我的这些人 他们也实在编不出 我的什么罪行吧 只有挥用的政府 才能做出这种荒唐的邪剑 宁老爹 你可得看准了 别搞错了 就是这里没错 白天不是刚来过吗 慢点 你们在这里守着 我下去看看 小心啊 小心啊 拿着 刘先生 你的日语 是从哪里学习的 我曾经在 满铁上海事务所工作过 因为工作的需要 我必须要学会 日本话 这么说来 刘先生和我们日本人 还是很好的朋友 我确实有很多日本朋友 但是绝不包括 像你这样的侵略者 刘先生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们大日本皇军 来到贵国 是为了帮助中国人 建立黄道乐图 是为了解放被西方列强 你笑什么 对不起 我打断了你的话 可是你一开口 我就听出那是 日本政府的腔调 所以我就忍不住的笑了 就算是我们 把日本政府的官方腔调 又怎么样 只有一个虚伪卑鄙的政府 才会编出如此荒唐的理由来 刘先生 我希望你注意你的言辞 不是吗 你们的天皇 还有你们大本营的那些战争疯子 为了自身的利益 把你们成千上万的子民送上前线 最后变成一堆炮灰 最后变成一堆炮灰 你大看对我们的天皇陛下不敬 你信不信 唯一的屁 为了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吗 很抱歉 这不是我的话 是刊登在你们本土杂志上的一段话 我记得里面还说 如果日本孩子 终将成为军国主义政党的牺牲品 那么母亲们还要不要生育子女 一佩护人 曾经的天皇陛下 温柔慈善 向来都是真心没一场生命的 闭嘴 你们在南京 屠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 血都流成了河 这就是你们的珍惜生命 这就是你们的黄道乐土 刘先生 这个消息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叫做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不对 我们军方早已严密封锁了南京的新闻 就连国内也不了解具体的状况 而你被关在牢里 你怎么可能知道南京的新闻 刘先生 你终于露出了八角 说吧 是谁和你联系过 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 那伙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叫你出去 葛藏 他已经很虚弱了 带下去 是 兄弟们已经连续忙了好几天了 不如让大家歇一歇 今天就到此为止 记住 对这个刘志 要增判人手 严加开关 速下做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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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李老爹 什么情况 进不去 有个铁栅栏锁着 上面还挂了把它锁到 货箭鬼 倒霉啊 知道这条沟通哪里吗 我能听到小秋在审讯六八一 就在铁栅栏边上 就是说这条派水局 能够通到审讯室 审讯室 那也没有用啊 搞了一个碗子 还有一把锁呢 如果晓得是什么锁的话 就有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 曾先生 我们将老五能开锁 在苏州一决 不管是担子锁 还是保险柜 对他来讲 那都是小字体 那不简单嘛 阿宝肯定知道啊 我们叫上他一起 找五先生去 对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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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现在办公楼和牢房里 用的都是这个锁 就是它 先稍稍稍等一下啊 玉大哥 现在还有个情况 今天提审完刘世新后 小秋加强了建议的戒备 现在手牢房的 不光是玉井 还有日本兵 另外 刘世新受量生病 依我看 他现在走路都困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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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了 这么快啊 怎么样 我讲的没错吧 我们家老五什么锁都能打开 不过这个俗话讲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你这把锁开了 魏建德狮子口那把锁也能开吧 只要是将军锁都能开的 小秋 你就别再盯着这个钥匙了 我们赶紧想办法救六八一吧 我倒是有个想法 应该再审一次 你是说 只有六八一到了审讯室 我们才有机会 对啊 而且这次呢 我让小秋和我一起监审讯室 你事先潜伏在下面 我到时候想办法把小秋支出去 怎么样 可现在刘志生病了 他短时间内肯定无法通过排水局 这让日本人发现两头一堵 我们就差池难逃了 有道理 要不然 给小秋变个戏法 什么戏法 我呀 我跟刘志身材差不多吧 让春雨再给我打扮打扮 把刘志身上的衣服往我身上一套 这一般人肯定认不出来 我跟刘志还说过话 他的口音 模仿一句半句还没问题 到时候呢 我们得让刘志先下去 然后你上 对 趁着预警 给我带回牢房这个过程 我跟你们争取时间 我也趁机好好睡一觉 等到三更半夜的时候 我就用这把钥匙开锁走人 可是 门口有很多日本的宪兵 你怎么出去呢 就那几个宪兵 我还真不放在眼里 他要是真发现 我就大闹狮子口 说不定 还能把大先生也给救出来 岳老弟 千万不能莽撞 你要知道 我们这次行动是救人 我可不想把谁搭进去 拿出你十整的功力来 放心吧 这点小时 五成就够 进来 掌柜的 我老娘就 郭长官回来了 那么快 郭兄啊 坐坐坐 真是两天就跑回来回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那倒没事 走的时候你不是讲了吗 时间紧迫让我争分夺妙 我哪敢耽搁呀 不过回来的时候啊 我给长江局拍了个电报 李泽田同志非常重视 特意跑到社县来见我 你见到李长官了 见到了 他也着急 我们就谈了一个小时 这个 李长官有没有把我 曼个狗血领头啊 你等等 扣身矣 祸急矣 你 取则权 必则心 这是他的原话 取则权 必则心 我不瞒你啊 我怕我忘了 这一路上我背回来的 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 你们李长官呢 是让你训诫我 日口猖獗 国难深重 我们理应委屈求全 抛开过往 求得新生 讲得真好 你看你们这些 有文化的人呢 讲出的话就是不一样 有些话呢 我不知道 该讲不该讲 也许我不该讲 同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但是你们的长官和我们的长官 不可同日而已 这些好听的话啊 留着你跟他见面的时候再讲啊 这是他让我给你的 取经通幽处 产访花木深 民国二十年的时候 李泽田同志 调到瑞金去认知 临走之前 他和刘志同志见了一面 这就是他们见面的 街头暗号 换句话说 这个暗号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没错 泽田同志讲 只要你把这张纸条 交给刘志同志 他一看 你讲什么 他都会照办的 真是太好了 老国 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不过呢 不过我也有一个 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 你走这两天呢 我们组织了一次行动 但是行动失败了 主要的责任在我 是因为我急于求成 反而功亏一篑 结果 还搭上了三叶 和两个兄弟的性命 你知道更严重的后果是 这次行动 引起了小秋的怀疑 进而把刘志 推进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小秋放话了 说三天以后 要枪毙留持 那怎么办 我们得想个对策 是 所以我们现在呢 已经不能够按常理出牌了 我呢 想给他出一支奇饼 奇饼 郭建公 把借务的都还给我 这是谁啊 这是 你别说啊 真是有几分神似 是一小子 我真没看出来 连郭掌盔都认不出来了 那小鬼子更认不出来了 郭兄啊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支奇饼 行 行 孙长官 怎么了 还不是为了这份名单 别想那么多了 先喝点茶吧 好 小秋这个人啊 心思缜密 所以这份名单 我绝不能出任何的纰漏 这个人我认识 他以前是我哥的同事 这上面的人呢 去年都已经全部释放了 又到清明了 宋长官 如果方便的话 你能不能问我小秋 看他把我哥 卖在哪里了 我问过阿宝 他把你哥哥卖在了郊外 而且在坟头上做了记号 你放心 等这个地方的事情一了 我会亲自把你哥哥 送回家乡去安葬 放心吧 放心 郭兄 你这两天两夜没喝眼了 干吗还过来啊 我这心里有事哪睡得着觉啊 我考虑啊 你这里缺不缺人手 我好搭把手啊 我还真是有个事需要你帮忙 你讲 我呢知道你烧菜好 你在这里给我们准备一桌接风宴 不过酒水可归你管啊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姐 我老人就 我看见了 那 你倒是讲啊 我现在讲啊 这么多人呢 我当他面讲啊 我都有多大人呢 老人就 想要找你有事 什么事啊 过来讲啊 过了晚 要不等完成任务以后我再跟你讲吧 你这 我说你小子 这平时脸皮比城墙还厚 怎么到这个节骨眼上像个小媳妇似的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别跟着添乱 我怎么不知道 不就是你和前姑娘要办喜事吗 到时候老到给你备一份护理 我明白了 于显阳 你小子这是要提亲啊 我跟你讲啊 我外甥女 那可苏州城有名的人尖子 对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便宜了你啊 是不是 对啊 你想这么轻易的就娶到手啊 没那么容易 我说 郭兄啊 你可别为难我这于老弟啊 这样 等把今天这个事情忙完以后 我背下彩礼 亲自去提亲 你看怎么样 这还差不多 那行 我们就按照计划分头行动 小子 到了 谢谢 好好谢谢啊 你好 你好 我要见一下小秋客长 进去吧 初子 实不像吗 我第一眼看到刘世信 直觉就告诉我 像这样的顽固分子 绝不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工 一定是共党分子 此人于昭和十年 因涉及约瑟夫华尔敦案被当局逮捕 后来呢 一直关押在南京的计格下 也就是军统的内部剑影 没错 没错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的档案一片空白 初子 你的班师效率果然很高 雷厉风行 力肝剑影 我 十分佩服 如果我再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一定会更感兴趣 好 你说 据我所知 这个人的脑子里 应该藏着一份共党派驻华南地区的潜伏人员名单 苏嘎 初子 这份名单相当重要 共党的华南情报机构一直是我们的心服大患 如果能彻底摧毁 为亚运赢得一场重要的战役 所以我想审一审这个刘世信 没问题 不过呢 这场审讯 我想在我和他之间单独进行 最好抱有第三方在场 为什么 刚才呢 课长阁下您说过 这些个共党分子 都是顽固不化的 那些个所谓的严刑拷打 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作用 根据过往的经验 如果 我们私下里面进行一些沟通 或者是交易 也许反而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比如那个姓顾的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信 不信 这份迷弹相当地重要 我必须要掌握所有的情况 好 事不宜迟 这场审讯最好在今天下午进行 我马上给十字寇打电话 让他们提前作合准备 容官 看样子变得不轻啊 是 一直发高烧呢 小邱科长刚才打电话过来 下午还要接着寻他 水 水 水 阿宝 给他倒点水 你 该给他打针 打针 该给他吃药 吃药 明白了吗 明白 总之今天下午 我要见到他在审讯室里 好 小邱科长 今天由我来诛神 你不介意吧 那的人 好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在下楚南征 日本华中特务机关 特别调查员 鬼子刚审完 又来了个二鬼子 刘先生 我们知道 你在被捕以前 是共党中央特科 华南情报站的负责人 这一点没错吧 是 没错 按照你们的规矩 自从你被捕的那一天开始 就应该算是自动脱党 换 您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中共党员 所以 你完全没有必要 再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去维护他的利益 共产主义 是我的信仰 这跟我是不是党员没有关系 二鬼子 有话就直说吧 别跟我绕圈子 那好 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既然你已经承认了我的身体 那想必在你的心里面 一定有一份 你下属情报人员的名单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做第二个姓顾的吧 可是据我所知 他的下场并不怎么样 用十二个字来概括 他说 叫兔死狗烹 身败名裂 遗臭万年 你担心的是这个 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你现在面对的不是CC 也不是军党 而是日本人 刘先生 我相信 不管你提出任何的要求 日本人都会答应你的 没错 必要是 我可以送你去日本定居 你们两个不要再费什么口舌了 我来告诉你们 共产主义是我的信仰 我不会背叛我的信仰 哪怕是形式上的背叛 我曾经宣过誓 严守秘密 服从纪律 牺牲自己 永不叛党 丑子 尽管你忧心良苦 到头来 恐怕还是一场歌 有一句话用在这里也许不太合适 蝼蚁尚且偷生 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 慷慨赴死 远胜苟且偷生 好啊 那我就成全你 两人 稍微等一下 此处北去八十路 便是长属 那里有一座破山寺 寺里面有两句禅诗 闻名天下 你知道这两句诗是什么吗 曲静通幽楚 禅房花木深 知道了吧 我答应你 不过有两个条件 第一 送我去香港 没有问题 第二 我不会写下 我的下属名单 我不会留下 任何自觉 可是刘先生 如果你不提供这份名单的话 我们的合作是无从谈起的 我的意思是 我口述 你们笔录 而且 我只能跟楚先生一个人谈 刘先生 你不会又要玩什么花样呢 别误会 这位楚先生 了解我们组织的运作 有些话 只有他才能听得明白 我一定要拿到那份名单 你放心 这份名单 逃不出你的手 那你不谈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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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有点 袁警长 你先跟我把衣服换了 顶着门 钥匙 老大 快送刘杰杰出去 你们俩谈得怎么样 请小秋克长公务 来人哪 把他押回牢房 严加看管 记住 任何人不许接触 是 是 四哥 来 刘先生 小心点 来 担心啊 来 担心 这份名单上大部分人 我都熟悉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是共产党 朱子 这就用了你们中国的一句古话 叫画龙画虎 男画骨 知人知面 不知心 好 走 走 走 说起来 你真是会做生意呀 好 这话怎么讲 你有一些众所周知的情报做本钱 就把一个顽固的共党分子给降主了 而且 心甘情愿的 进去 躯进童幽处 蝉房花木参 真是没想到 李泽天同志 还记得我这个活死人哪 他当然记得了 只不过 他还一直以为呀 你在后方哪 要不是出了这桩事情 怕是你还在牢里待着呢 可是你这个替身 刘志同志 李泽天同志呢 再三地叮嘱我 说等这桩事情过去以后 要派人把你送到武汉去 你可能也听说了 为了配合联合抗战 中央又重新组建了长江区 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这桩饭菜很丰盛嘛 一看就是公司 郭兄好 下了血本了 掌柜的 咸阳没事吧 你放心 没事 他在里面活蹦乱跳的 反正还有阿宝陪着呢 放心好了 来来来 来 刘志兄 欢迎你 好 楚南兄啊 过去我对你多有误解 给你们添了许多的麻烦 这杯酒全当我赔罪 帮你多多爆海 惭愧 惭愧 现在想起来 过去应该是我 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真是惨愧 刚才郭之队长已经跟我说了 李泽天同志说得对 叩身矣 祸及矣 取则权 必则信 干 干 刘志兄 你刚从牢里出来 酒还是慢点喝 不 这杯酒我一定要喝 这杯酒我经于显阳兄弟 他为了救我 不惜以身负血 至今还被关在牢里 我祝他吉人天相 能够早日归来 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岳大哥 阿宝 放饭了 还有心思吃饭呢 什么时候出去 那着什么急呀 你先让我踏踏实实睡一觉 对了 你告诉大先生 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让他做好准备 行 乌润关和黑皮都是祸害 有机会一定要出点的门 好 我走了 大先生 与大哥进来了 大先生 与大哥进来了 他怎么来了 还要在这里吃饭呢 这家伙能玩什么话呀 这我也不清楚 李宝坏太子 他可不是李宝 他是一只老虎 对了 大先生 于大哥让我告诉你 让你做好准备 明天跟他一起走 你告诉他 我都准备好了 我就是有点担心我这条头衣 走不了路盘带我去 没事 大先生 您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好 那进去吧 来 刘志雄 请 坐 鬼影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 他就像空气一样消失了 无影无踪 刘志雄 我们对鬼影的情况呢 可以说是知之甚少 这里面只有你跟他打过交道 这样 你把他的基本情况 跟我们介绍一下 鬼影的真名叫九伟中泰 是日本青铜组 派到满洲的第一批成员 柳志同志 这个青铜组是什么东西啊 青铜组是日本的一个专业间谍组织 其成员 其成员又叫做影子武士 都受过魔鬼式训练 民国十七年 鬼影出任日本关东军 参谋本部的谍报员 那个时候 远东局还没有成立 我在满洲特科 负责对日情报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跟他就成了死对头了 民国十七年 刘先生 难道从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破译鬼影的密码了 哪那么容易啊 为了破译他的这套密码 我足足花了五年的时间 虽然我们是对手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 确实是个鬼才 前些日子 我怕自己出不来了 我把破译这套密码的方法 刻在了监狱的墙上 我知道 万叶吉里的诗句 可是小秋 也正是因为这样 对你产生了怀疑 你不认识 一而栽 栽而栽而栽的事情与九严谋 我真是 都不好意思见他了 已经刀手的东西 有得儿复失 报告 进来 司令官阁下 海军情报部 连夜送来 依奉密罕 好 你去吧 我已经告辞了 我已经告辞了 好 给我接线兵队 要快 小秋客人 我刚收到 龟英军纵国汉发来的密号 你的信件他收到了 他证实 照片上的人 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六八一情报员 真正的六八一 早在三年前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机会抓获 他在被捕前的真实身份时 华南共产党情报站的负责人 他的画名叫刘世新 而且这个人非常好人 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 什么 这个人 现在就关在苏州的监狱里 你确定吗 真是好极了 好 你立刻把这个人给我控制起来 请接二十九 刘先生 我再帮你缝个眼罩吧 不然你看书写字多不方便啊 钱姑娘 真是谢谢你了 那年我们满洲特科一行四人 在东北的蒋武堂门口 跟鬼影的宪兵队遭遇了 说来也怪 我跟他从未谋面 他一眼就看出了我 我呢 也就一眼看出了他 那后来呢 后来就加上了火 当时我们是猝不及防 一下子就牺牲了两位同志 剩下一位同志 我只记得他姓王 他为了掩护我 肾中尸击枪啊 这个该死的鬼影 真是血债累累啊 刘先生 老天让你大难不死 就是想给你报仇的机会 是啊 真是大难不死 瞎了一只眼 遣回一条命 刘志兄 你的眼睛 不是在监狱里面 让他们严刑拷打打坏的 不是 那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件事情 是哪一年发生的 明国二十一年 民国二十一年 不是那为什么三年前 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两只眼睛是好的呢 那是因为我当时 戴了一只德国造的一眼 足以以假乱真 那也就是说 不但鬼影跟你打过交道 他还知道你少了一只眼睛 出什么事了 小秋 一定会拿着你哥的照片 去找鬼影辨认 只要鬼影一看照片 我们就暴露了 于显阳危险了 杜备军 在 你带一队人马去十字口 把地牢封死 不准任何人入殆 是 盛县大人 跟我一起去杨王庙 可点个下 是杨王庙有什么情况吗 不 我是去会会那个楚会长 是杨王庙 你帮你帮你这段时间 你帮我们 杨王庙 去杨王庙 该烧的伤 行 那你们先收拾 我去门口看着 曾长官 那显阳呢 显阳怎么办 我会想办法 你 去帮淳于收拾文件 老道 老道 来 你们上次打伏击的时候 从郭长官那里 拿的手雷还有吗 有啊 给我一个 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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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们把这个宅子 全部给我包围进来 是 小丘科长 小丘科长 出什么事了 四 四个赛 春雨姐 我刚才问掌柜的显阳怎么办 他吞吞吐吐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春雨姐 你一定知道的对不对 你快告诉我吧 老道 你晓得曾长官 为什么问你要了一颗手雷吗 他 他不会似要跟小秋同归一金吧 他不是说 他有办法对付小秋吗 不行 我带几个人去找他 你们都想错了 那颗手雷 是留给于咸阳用的 给咸阳 给 给于老弟 为什么要留给咸阳啊 因为 我们一定要抓住归影 这跟抓不抓鬼影有什么关系啊 国志队长 这么做 是不是太残酷了 不行 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这么做 总该有其他的办法吧 来不及了 只要小秋一看到于咸阳 就晓得刘先生已经脱身了 在此情况下 鬼影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他竟有那个手雷 炸死于咸阳 令他面目全非 什么 禁闭客长阁下 已经搜查完毕 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小秋客长 你带这么多兵搜我的商会 为什么 为什么 初子 因为 你给我打的那两个电话 差一点 把我们给领上记录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总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陈麻皮下 我们击毙的那个人 根本不是六百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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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子 我已经把假六百药的相片 寄到了武汉 让鬼影军确认过来 他们俩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 而且 还面对面交过手 那就是说 我们击毙的那个是个冒牌荒 好 我问你 你值得 真的六百药 擦在哪里面 太军 你有什么吩咐 凡人呢 在在在 好 你 你 让开 好好好 走吧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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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你们还呢 不时龙山真灭不 指缘身在此山中 原来真的六百药 就是你刚刚审问过的 刘世贤 你开什么玩笑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之前在我办公室 我就提醒过你 世子家一个新子 合起来正好就是一个质子 那么多的巧合 应该不会是巧合 你那么聪明的人 最终都没有猜毒 可是他给我提供的那份名单 我核实过 上面的确都是共产党员 名单 已经被鬼影军确认过 没错 刘世贤被捕之前 确实是远东局情报站的负责人 我要再审刘世贤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六八一的话 那他和武汉来的特工 一定有密切的联系 可以 不过 这一次 由我来诛神 我已经全力配合 我已经全力配合 阿元 你不要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只有这样 鬼影才会露面 我们才有成功的希望 好 来 敬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刘先生 刘先生 有点意思 我都不知道现在应该叫你什么了 刘志 刘世新 还是 刘白昂 怎么 身份暴露了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了 我命令你把头抬起来 泰君问你话呢 你为什么不回答 啊 刘先生 你什么意思 刚才我们商量好的 这次由我来诛神 抱歉 刘先生 现在可以说了吗 刘先生 赌口部长 松井司令官解析召见 什么解析情况 能让你们追到这里来 秋三 我有一些紧急局务 我们还是改天再省的 要不要 我在这里继续问他 不行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命令 所有人都不许接住 他 你好自为之 都别军 在 留一支小队在这里随时待遍 你也留在这里 是 初三 今晚的天下很反常啊 请 这棺材板到底什么意思啊 小四郎 出什么事情了 司令官召开紧急会议 所有参谋都到齐了 谁啊 我们老板问你 店里烧的是山堂水 还是须浆水 我这里有七口钢 三钢 三糖 四钢 须浆 你要哪一种啊 须浆是活水 泡茶味道好 进来 掌柜的 显阳他怎么样了 千姑娘你放心 于显阳他好好的 那就好 初南啊 我真得好好说说你 好在这个手雷没有炸 要不然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事发比较突然 我一直也想不出什么太好的办法 不过奇怪的是 关键的时刻 小秋突然被松井匆匆忙忙地 给叫走了 我分手了 不认为鬼子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 不行 凭我的经验 我觉得和徐州的战事有关 会不会是我们又打上仗了 郭掌柜 你那里有没有收音机啊 有啊 如果是有利于我军的战报 军委会会第一时间通过电台 用日语广播 我们去听听 走 走 这个播音员是谁啊 声音这么好听 他叫绿川英子 是我们国际宣传处的日语播音 这 不是 这个好听倒是蛮好听的 就是鸡了呱啦的 什么也听不懂啊 是吧 他在说 日本士兵们 你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来到中国 你们的妻子 在等待着你们 你们的孩子在哭叫 这场战争 你们是打不赢的 赶快回去吧 仁慈的中国军队 会发给你们路费 屁 还发 发给他们路费 我这 嘘 下面是最新战报 四月六更的朝 李宗晋小夫 からの命令 我把第二集团部 は左兵团として 探务本 は第二集团 は右兵团 そして 太二層の地域 反撃を始めました 伊宗国区市团 は負けて その三層の苦励は 以上と早々へ移動する 四里滚 截至今日 日军第五第十十团 伤亡人数 已经一万两千人 はい 我军共机会 日军坦克三十余辆 脚后大炮七十余门 装甲车七十余辆 战车一百余辆 大晟啊 大晟啊 諸泰 大晟啊 郭兄 大晟啊 大晟啊 あら 何者も すげん 自分で 日本の国家 があった ビール なんのためだ 你认识吗 这是哪儿的原因 这是哪儿的原因 是哪儿的原因 敌人 敌人 你们怎么解决的 狗狗狗狗 这些狗狗狗狗狗 有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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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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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Steヘイ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诸位 随着我军 在徐州战场上的节节势力 所谓的三越王华论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削柄 而与此同时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 严峻的事实 那就是 由于战略上的失误 我军的主攻路线 不得不由 一马平川的北向南 改为山路崎岖 江河纵横的东向西 谁能告诉我 这种变化 将会给我军带来什么样的恶功 司令官各相 这将使我军的机器化有势 失去罢求 那么 我问你 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以卑职所见 您在日前完成的武汉攻略中 已阐述得十分明确 那就是以空中打击为主 地面推进为府 争取最快速度 最小代价 来完成作战目的 那么 实施这一作战的前提 又是什么 情报 我们必须全盘掌握 武汉的空防计划 否则 空中打击 无从叹气 很好 小丑科长 小丑科长 在 这就是我叫你来的目的 为了获取武汉的情报 我不惜从土飞院将军那里 调来最优秀的特工 派往武汉 可正是由于你的失误 才使得情报 迟迟不能有效传递 西卫老师 那个唯一能够破译 鬼影军密码的六八要特工 已经被我们控制 即日起 我们与鬼影军的联络通道 比较沉得无阻 好吧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如果这一次 情报传输方面 再有什么差池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北枕没外 放心吧 阿宝 我把手雷的状针给拆了 就放在黑皮的身上 这黑皮 我早就想除掉它了 或还是除了 但我们还要让它有点价值 小丑要是问起来 你就往它身上堆 坐吧 温士小丑 给我接十字口监狱 哪位 在 我明白 立刻出去 是 立刻去 立刻去 发生什么事 四老 爆炸了 什么 大先生 我们现在就出去 给我来 这边 这边 来 我们走 好 小子 到 小丸 到 小灵 到 小李 到 文官 我同意讲件事 什么事 黑皮那家伙跑了 小天生 我怀疑啊 放火同他也有关系 这个黑皮 抓住他 我已经弄死了 这都是以后的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 怎么同小丘 客长交代 阿宝 要不然是这样 我们俩先把这个事情瞒过去 反正刘司贤他现在已经死了 瞒是可以瞒 可小丘 客长 肯定会追究爆炸的责任的 你说这黑皮啊 额队长 客长客下 客长客下 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 查清楚了 是 是黑皮干的 是他把手雷卖给刘霞子的 人呢 客长客下 是被子四指 竟然让他趁乱逃跑了 跟他一起逃跑的人还有 还有大姓色 嗯 黑皮 点心的事情小人 也许之前越狱的事件也和他有关 客长客下果然是明察秋好 嗯 据我所知啊 这个黑皮 他很早以前就被这个大姓生一伙人啊 给重金收买了 要不是那一天 我把他早一点关起来 说不定他现在 他现在连刘思琴都一起放了 嗯 这件事你做得很好 谢客长客下 杯子一定全力以赴 讲一下 将这两个罪犯 坐哪会私自口 这两个人她跑 不足为患 留白猶 但愿他真的彻底消失了 administ离